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灵界的始祖之一 在万古之前 我是创始之力的载体 是灵界与各个平行世界的交织者 我的职责是维持灵界的平衡 直到命运的终极审判降临 白灵灵眼中闪过一丝一惑 终极审判 你是说灵界面临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灾难 而是命运本身的考验 守护者的目光凝视着它 仿佛穿透了它的灵魂 没错 灵界的终极考验是命运的审判 黑暗之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的复生与灵界的崩溃只是催化剂 真正的威胁 来源于那些无法掌控命运的存在 李玄顿时明白了 所以 黑暗之主并非灵界最大的敌人 而是背后的命运力量 守护者点了点头 黑暗之主只是一个工具 一股自然的力量 真正可怕的 是无法阻止命运的力量 如果你们不能在这场终极审判中通过 那么不仅是灵界 甚至是整个多重宇宙 都会陷入永恒的黑暗 白灵灵顿时心头一震 九尾微微颤动 那么 我们该如何才能通过这场审判 通过审判 守护者的声音变得低沉而神秘 要通过审判 你们必须首先面对自己的内心 只有真正理解自己 才能获得命运的青睐 创世之源的力量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体 而是属于所有个体的合力 它的力量代表的是共生 共鸣 共命运 你们能否从混乱的自我中找到真正的答案 决定了灵界是否能够重生 李璇沉默片刻 心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冲动 她深知 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她的责任都比任何时候都要重大 灵界 白灵灵 乃至所有生命的命运 都细在她的一面之间 那么 我该如何理解自己 如何面对这一切的混乱 李璇目光坚定 但心中却涌现出万千疑问 你已经开始理解了 守护者微微一笑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你与白灵灵的关系 正是灵界与黑暗之间的平衡 你们的爱情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 更是命运的共鸣 你们的相爱 是灵界恢复的关键 而真正的力量 源自于你们如何在命运面前抉择 如何承载那份来自深渊的恐惧与光明 李璇和白灵灵相视而望 彼此眼中充满了理解与决心 无论命运如何考验 他们将并肩面对一切 守护灵界的未来 守护彼此的心灵 就在这时 空间突然剧烈震动 创世之源的光辉变得愈加耀眼 所有的虚空开始扭曲变形 守护者的身影渐渐消散 留下一句话 命运的审判已经开始 你们能否抵挡住内心的黑暗 成为真正的光明守护者 便是灵界未来的钥匙 李璇和白灵灵的身影 在这片虚空中逐渐消失 带着无尽的决心 他们迈向命运的最终考验 李璇与白灵灵被带入了一个 充满光影交错的奇异空间 仿佛进入了一个纯粹的意识领域 这个领域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没有物理法则的束缚 唯有心灵与命运的碰撞 这是命运审判的试炼 李璇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包围着他们 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是你们内心的投影 白灵灵低声说道 她的眼中闪烁着思索 每个人在面对命运时 都会经历自我对抗 这是一次心灵与灵魂的试炼 突然空间中出现了一个个身影 都是李璇和白灵灵的不同面貌 那些面貌或柔弱或强大 或充满恐惧 或充满欲望 每一个身影都代表了 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同面向 你们必须面对这些面貌 接受它们 才能获得最终的力量 守护者的声音 再次回荡在这片空间中 李璇和白灵灵 并肩走向这些面貌 他们开始认识到 命运的真正考验 并非外在的黑暗之主 而是内心的恐惧与欲望 每个人心中 都有无数的迷茫与挣扎 而能够战胜这些 才能成为真正的守护者 在这场试炼中 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答案 爱与责任 勇气与牺牲 光明与黑暗的共生 最终 李璇和白灵灵 汇聚了创始之力的最后一击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彻底进化了黑暗 恢复了灵界的平衡 命运的审判落下 灵界的重生之路正式开始 他们成为了新的守护者 随着命运审判的完成 灵界的天空再次变得辽阔而清澈 创始之源的光辉逐渐消散 露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李璇和白灵灵站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力量与希望 尽管这一切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他们深知 这个世界的未来依然充满了无数的挑战 我们成功了 白灵灵的声音柔和 却充满坚定 李璇点了点头 目光远眺 这是新生的开始 但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灵界的命运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白灵灵轻轻握住李璇的手 不管面前的路有多么艰难 我都会和你一起走下去 李璇低头看向她 心中升起一股暖流 我知道 灵灵 无论未来怎样 我都会保护你 保护这个新生的世界 他们站在灵界的最高峰 俯瞰着这片广袤的土地 曾经被黑暗笼罩的地方 渐渐变得生机勃勃 万物复苏 甚至连曾被摧毁的山川河流 也开始恢复原貌 然而 就在这一刻 突然 一阵强烈的震动传来 整个灵界似乎再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天地间的能量波动愈加剧烈 远处的天空中 似乎有某种异象正在悄然成形 这时 白玲玲微微皱眉 察觉到了某种不寻常的气息 李玄眼中闪过一丝警觉 我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它并非来自黑暗 而是 话音未落 一道阴影迅速覆盖了天空 仿佛遮蔽了整个灵界的光明 随着阴影的降临 天地间的温度骤然下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无法言喻的压迫感 这时 李玄的声音低沉 浑身的血液 似乎都被那股压迫感冻住了 这股气息 似乎来自创始之园深处 是命运的另一个面向 白玲玲的语气凝重 灵界重生的同时 也意味着命运的另一个层面 正在觉醒 就在这时 黑袍男子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的容貌依旧模糊不清 身上散发着诡异的光辉 比之前更加深邃的黑暗气息 环绕着他 仿佛是从灵界的深渊中 爬出的怪物 你们以为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吗 黑袍男子的声音 充满了冷笑 你们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 真正的命运之主 从未离开 李玄的剑在手 顿时感觉到周围的空气 开始变得炙热 创始之力的波动 再次传来 你又来做什么 我并非单纯的敌人 黑袍男子的笑声 透着一丝疯狂 我是命运的执行者 也是黑暗力量的化身 你们击败了黑暗之主 却没有真正理解命运的真谛 你们的胜利 只是命运的试探而已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话音未落 黑袍男子猛然伸出手 灵界的空间再次扭曲 仿佛要撕裂一般 四周的山川河流 瞬间变得模糊不清 世界的边界开始崩塌 李玄和白玲玲站立在原地 感受着这股强大的扭曲力量 这是命运之力的反扑 李玄心中一震 不仅如此 白玲玲的目光变得锐利 黑袍男子 不仅仅是黑暗之主的代理 她更是命运的破坏者 如果我们无法与她对抗 这片世界将再次陷入 无尽的混乱 那我们该怎么办 李玄握紧了剑柄 身上的创世之力再次爆发 光辉与黑暗力量激烈碰撞 白玲玲凝视着眼前的黑袍男子 眼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 只有彻底解开命运的秘密 我们才能彻底击败她 解开命运的秘密 李玄疑惑地看向她 是的 白玲玲的眼中 透出一股坚定的决心 创世之源并非简单的力量源泉 她实际上是命运的枢纽 连接着所有平行世界的存在 而黑袍男子的真正身份 正是命运的破碎者 她的目标是将创世之源彻底瓦解 打破所有世界的界限 李玄沉默片刻 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么 我们必须击败黑袍男子 并且守护创世之源 没错 白玲玲深吸了一口气 只有我们彻底理解命运的真谛 才能够真正控制创世之力 拯救灵界 随着话音落下 李玄和白玲玲的身影 瞬间融入了创世之源的光辉中 强大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汇聚 他们的意志与命运开始产生共鸣 而黑袍男子的笑声在天地间回荡 仿佛一切都将在这一刻决定命运的走向 命运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黑袍男子低语 黑暗的力量再度席卷而来 天地之间的光与暗 开始交织成一幅壮丽而恐怖的画卷 张 灵界的光辉与黑暗的力量激烈交织 空间在不断扭曲 撕裂 李玄与白玲玲并肩而立 面对着眼前的黑袍男子 他那不朽的身影仿佛是命运的化身 沉浸在一种无尽的黑暗与光明的交汇中 你们以为能理解命运的真谛 黑袍男子冷笑一声 周围的空间开始震荡 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力量 在压迫着李玄与白玲玲 创世之源只是命运的一个节点 真正的命运之主 不是你们能理解的 李玄紧握剑柄 身体周围的创世之力开始涌动 光辉瞬间吞噬了四周的黑暗 你说的对 命运的深邃我们无法完全理解 但我们知道 我们的选择 至少能改变一些东西 我们的力量 不只是来自创世之源 更来自我们的信念 白玲玲的九条尾巴微微扬起 璀璨的光芒从他的体内绽放 九尾化作了强大的力量 他的双眼充满绝燃 命运是无法掌控的 我们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走到今天 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玩弄的棋子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你们真的以为 凭借这点力量 就能与命运抗衡 黑袍男子的语气中透出一丝轻蔑 伸出手掌 黑色的裂缝迅速蔓延开来 空间中的黑暗气息 如洪流般席卷向李玄与白玲玲 他的力量如同深渊一般 吞噬一切光明与生命 创世之源的力量并非无穷无尽 黑袍男子的声音低沉 你们的所有努力 不过是徒劳 命运的真正面目 才是无情且不可战胜的 然而在那黑暗的包围中 李玄感受到了一种不同的力量 那股力量并非来自创世之源 而是来自他的内心那份不屈的信念 和对未来的坚定追求 这份力量在他的心中像是一团烈火 逐渐激发出他体内所有的潜力 命运的真谛 正如你所说 是无法被我们控制的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 李玄的声音低沉且坚定 眼中闪烁着一道璀璨的光芒 我选择相信自己 选择与我所爱的人 共同守护这个世界 哪怕前方是黑暗 白玲玲的九尾光芒骤然闪亮 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 与李玄的力量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迎向黑袍男子的黑暗力量 两者的对撞犹如天崩地裂 激荡的能量冲击波将四周的空间撕裂开来 这是你们的选择 黑袍男子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愤怒 他挥动手臂 黑暗的力量再次集结 宛如一条巨龙冲向李玄与白玲玲 然而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 李玄与白玲玲并没有退缩 两人眼神交汇 仿佛心灵深处早已达成共识 李玄的剑光再次闪烁 白玲玲的九尾化作无穷的光辉 宛如破晓的晨曦 穿透一切黑暗 这一刻 他们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创世之源的光辉与命运之力的黑暗开始碰撞 两股力量交织成一个壮丽的光影漩涡 仿佛整个灵界的未来都在这片刻的交锋中决定 黑袍男子的身影瞬间被吞噬在这股光与暗的冲击波中 他的力量开始消散 像是被某种无情的法则所排斥 命运无法被击败 但他也并非无法改变 李玄的声音中带着一股无畏的力量 他手中的剑再次爆发出耀眼的光辉 那股光芒如同太阳般强烈 最终彻底摧毁了黑袍男子的黑暗力量 随着最后一阵能量爆发 整个灵界的空间开始逐渐恢复 黑暗被驱散 天地之间重新恢复了宁静 李玄和白玲玲站在这片崭新的大地上 虽然身心疲惫 但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我们做到了 白玲玲的声音轻柔 却满含决心 命运的考验 终究让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李玄轻轻握住她的手 微笑着看向她 是的 我们不仅改变了命运 也让这片世界见证了我们的坚持与信念 灵界的天空再次恢复了蔚蓝 阳光洒在大地上 万物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创世之源的光辉不再是压迫和束缚 而是引领这片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然而 李玄知道 这场胜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结束 命运的考验虽然暂时过去 但世界依旧充满未知的挑战 灵界的重生仅仅是开始 新的征程才刚刚展开 我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 李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望向远方 那未知的时空 白玲玲依微在她身旁 轻声说道 不管未来如何 我都会和你一起走下去 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 灵界的广袤天地之间 而这片世界 因他们的坚持与选择 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第二期会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